赵丽颖自从出道后,就凭借直爽的个性和可爱的长相,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。 不仅如此,银帽的朋友也是十分多的,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张碧晨和赵丽颖张碧晨自从的好生意,红了以后就拥有了大量的粉丝。 张碧晨的反应很特别,不像有些明星的反应很甜美,相反张碧晨的反应有着淡淡的沙摇,这种生意唱出来的情歌更有感觉。 张碧晨曾经唱过赵丽颖主演的电视剧《花千锢》中的主题曲《亮亮》,这首曲子的传唱度相当高,红的时候几乎大街小巷都在放这首曲子。 赵丽颖因为这首歌的缘故和张碧晨成为了好朋友,张碧晨和赵丽颖两人是因为偶像来了,这个综艺节目而结缘的,两人的长相都属于可爱甜美型的。 再加上来人的性格都很活泼,自然能够说到一起,两人的关系在私下也很好,一起自拍,一起打闹。 赵丽颖还老是调侃张韩晨老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吃东西,可见两人的关系也是很亲密了。 谢娜和赵丽颖切娜是著名的综艺《快乐大本营》的主持人,按说《快乐大本营》已经播出了十几年了,谢娜见了不少的明星,也结缘了很多的朋友。 但唯独和赵丽颖的关系格外好,赵丽颖在私下的时候就和谢娜的交流很多。 赵丽颖外号召小刀,说话真的太直了,在综艺中,谢娜一登场,营保就说谢娜的衣服不好看,谢娜也没有丝毫生气的样子。 可,这两人的关系很亲密了,李派和赵丽颖在所有营保的好朋友里,这位还算得上是一个最特别的了。 李派是个网红,两人相识于错点原谅细点原谅。 剧中李派扮演赵丽颖的丫鬟,去爱两人成为好闺蜜,英宝开在李派的在线直播,中唱绝刷平唱年轮,好情相称好。 赵丽颖交朋友不看重对方的地位。 真心就行,何久和赵丽颖赵丽颖和哪个男演员的关系最好,那必须是何久了。 观众都知道两人的关系好,所以就算两人的关系很亲密,大家也不会说什么。 赵丽颖在参加综艺时,性格还是有些放不开的。 何总在节目中会帮着赵丽颖说话,很照顾赵丽颖。 这么会照顾的何总难怪,会和赵丽颖成为朋友了。 你们喜欢可爱的银宝吗? 图片来源网络,如有意义请联系删除。